好 这是咱们一个1500W的机构焊击机 到过的现场的话 我们第一步先把柜门打开 这是一个水箱的注水口 于是我们第一次加水的时候从这里加进去 我们一般选用纯净水或者是蒸流水都行 然后第一次加水的话 可以加高一点 接到黄色线这里来 当机器使用之后 保持液味在绿色的范围内就可以 然后加完之后给它盖上去 然后这下面这一个是排屋口 是更换一个月更换一只水使用的水从里 然后你冬天的话 你像这个水位 我们一般显示是12升 如果到了冬天 我们一般没有超过零下15摄氏度地区的话 就配比就3比7的配比 加点黄泉液就可以 一般我们就选用激光器专用的黄泉液 当水加完之后 我们到后面 这个是咱们的一条走电源线 然后这边是一个进气管 一般我们电线是220的电 这是一个4163的空开 一般我们选用4163的空开 不要低于这个暗数 这是220的 一根火线 一个零线 一个地线是一定要接的 然后这边是有380的电 它是选用一个4P的开关 这也是4163的 4P的开关是三根火线 一根零线 再根地线 每一台机器 地线是必须得接的 然后当我们电接好之后 我们220电接的空开打进去 然后机器的后面这里还有一个空开 我们空开打进去 当我们水电接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气接上 这是咱们的一个压器 因为我们选用一个氮气的压力表 平时我们焊接焊不锈钢或者是碳钢的话 不锈钢 我们一般压力就调到0.2兆帕就够了 但是我们焊接碳钢或者镀星板 那些的飞溅物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把气压调大 可以调到0.3或者0.4 就可以 然后气压调完之后 到这边 开机 我们开机的顺序是这个急停开关 因为把急停开关打开 打开这个系统 系统跟水冷机是同时开启的 我打开水冷机 它的屏幕显示屏会亮 然后 到这一步 水箱 水箱它就启动了 启动之后 这里有个显示的数字 一般我们这里的L显示是一个低温水的一个实时温度 然后这是H 是到枪头那一部分 一个常温水的实时温度 然后这个S 是显示的一个设定温度 然后这个D 它显示的是冷却水和常温水的一个温差 这是26加上4 就是到枪头那一部分的温度 是30度 当我们冬天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我们一定要等水温上到20度以上之后 再去开启激光器 如果说温度过低 它的激光器内部会发生造酒 它是不会出光的 就是当我们温度上来之后 再到上面给激光器上电 激光器上电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拿到焊枪 这是一把超强尾叶的一个20s的一个单摆焊接枪 然后这一个是它的枪管 然后这边的是一个送丝铜嘴 当我们开启之后 第一步先不要着急的去出光 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它的红光 红光是由激光器出来的 现在的这个红光 好 看起来是个歪的 我们每次焊接之前 必须要保证它的红光的是在一个中心点的位置 当我们发现它的红光是歪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设置 密码123456 好 我们找到一个激光中心偏移 那么现在我们的一个光是偏向右边 那我们就把这个数字改小 好 改小之后点保存 好 它的红光就回到中间的位置了 如果说它是往左边偏 那我们相同的 就是负 先点个负二 看 现在往左了 往左边偏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数字往正的调 往右边的话 就往负数这边调 往现在正了 好 返回 刚光震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确定一个枪的焦距 一般我们枪的焦距 这都是有一个刻度管 我们显用零刻度上是在这个焦距 但是我们还是以 每款激光器的那个光纤 千镜都不一样 以激光器出光为准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手动的一个调焦 现在我们把峰值功率 开到350瓦 开到350瓦之后 点一下导入 然后返回 然后拿上一个 这是一个安全的导通夹子 这个时候 我们的光调正之后 这有一个安全地索 这个安全夹子 我不靠近枪的情况下 它是不会出光的 然后夹着枪之后 它就会亮亮绿灯 这个情况下 它是可以出光的 这个时候前方就不要站着人了 然后我们可以拿一个板看一下 我们调光 然后我们夹着夹着枪之后 确定一个它枪的焦距 从眼到近45度角 开枪 好 找到这个火花最相同的 以枪指最近的位置 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枪管 直接收到这里面 先不要把它上紧 好 我们开枪 好 找到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的枪指离板材 大概还有多远的距离 那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刻度管 可以往前伸 伸到差不多的位置 即可 它有一个0.3的范围的误差 这个都是正常范围以内 好 我们调好之后 再看一下 好 我们正常看见这个火花是正常的 如果说当我们出现 激光呈现这种状态 它的焦距就是不对 或者就是 侧面的保护镜烧掉了 它的光透不过来 就会出现这种火花 烧火的状况 汗丝不融化 汗袋不成形的情况 当我们正常看见是火花是正常的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看出来的 汗袋也是挺白的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火苗 这种一般都是焦距不对 或者是保护镜 减毁造成的 当我们这些全部条件搞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你的板材的厚度 调试正确的一个功率 这边 当我们所有的都调试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枪杆固定 这个锁纸环把它锁纸 然后通过工艺 这一个扫描速度 平时我们就调成400每秒 然后这个扫描宽度 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来调整它 然后峰值功率指的就是激光气输出的功率 也是根据板材的厚度来调的 然后我们想看 板材的话输入相对应的功率 然后导入保存返回就ok了